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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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学生社会新鲜人是摩拳擦掌 为了刺激经济 台中市政府则决定投资文创产业 花了8000万元新台币修缮百年古迹 摘星山庄 并将屋内分成好几个店铺 提供给青年创业 店铺租金一个月是4000元新台币 而获选的青年 每个月可以领33000元新台币的补助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2月26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对奥特利亦等国在巴尔干路上通道 针对难民涉陷深表关切 呼吁共同承担应对难民危机的责任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 当天宣读潘基文的声明说 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 和马其顿等国在巴尔干路上通道 对难民实施边界限制 此类做法不符合1951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议定书 声明说 经土耳其进入希腊的难民持续涌入 设限的做法给希腊造成困境 潘基文呼吁所有国家开放边界 以共担责任相互支持的精神采取行动 声明表示绝大多数难民 都由发展中国家收留 全世界因共同承担 应对难民危机的责任 今年9月19号 联合国大会将就难民问题举行峰会 迪亚里克说 联合国难民署和儿童基金会 当天联合倡议 通过建立救助站的形式 为到欧洲的难民儿童及其家人 提供寻找家人、庇护和咨询等服务 据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统计 2015年经由地中海和陆路 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和移民总数 超过100万 其中约80%从土耳其出发 经爱琴海抵达希腊 今年以来 已有约10万名难民和移民 通过希腊登陆欧洲 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亚德的 叙利亚反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 2月26号宣布 已有97个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同意接受美国和俄罗斯 就叙利亚冲突各方停火达成的协议 沙特当地媒体援引反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的声明说 经过商谈 叙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 以及其他反对派武装都同意接受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 该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 来监督协调停火协议的执行 声明同时警告续政府军 不要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 继续对反对派的敌对行动 美国与俄罗斯22号就叙利亚冲突各方停火达成协议 停火协议将从27号开始执行 根据美俄联合声明 叙利亚冲突各方应于叙利亚当地时间26号临时前 向俄罗斯或美国表明有意履行停火协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的2月26号说 要加强俄罗斯军事和战略设施 互联网信息的安全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出席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会议时说 必须可靠的保护权力机构 军事设施军工企业 主要学术中心的安全 保护机密信息的安全 制止有些人企图利用民族主义 排外主义和激进主义 从事分裂社会的活动 普京说外国情报机构加强了在俄罗斯的活动 去年抓获的外国间谍和招募人员达到4000多名 其中23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普京说必须加强公共信息安全 尤其是涉及国防国家安全 社会秩序经济金融等领域的信息安全 他说去年俄罗斯权力机构的官方网站和信息系统 曾经受到2400万次黑客攻击 1600条有损国家安全的互联网资源被清理 而国家杜马将于9月举行换届选举 普京说要制止外部势力对国家杜马选举的干涉 根据俄罗斯法律保护国家的利益 对破坏主权的威胁做出相应的反应 普京还表示 确保经济安全仍然是安全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 去年破获了98个经济犯罪团伙 22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他要求加强打击腐败盗窃和挪用公款的活动 欧洲足联秘书长英凡蒂诺当地时间的2月26号 在苏黎市举行的国际足联特别代表大会上 经过两轮投票 最终击败三名对手当选新的国际足联主席 国际足联也正式进入后布拉特时代 他之后又用法语说 国际足联经过了一个悲伤的时代 现在那个时代结束了 我们先开了一页新的篇章 国际足联需要更好的管理 需要透明 需要赢得全世界的尊重 因为足球是全世界最美丽的运动 布拉特去年在这里第五次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后 因为受反腐风暴影响 很快就辞去主席 苹果公司与美国西部时间的2月25号 正式回应一名联邦法官所做的裁决 拒绝协助美国联邦调查局 解除一部智能手机的开机密码 苹果公司当天向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地区法院 递交一份申请书 要求法官谢利皮姆撤销16号的裁决 即苹果公司应提供特殊软件 帮助解锁加州南部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案枪手之一 赛伊德法鲁克所持手机 该申请书以撤销法官裁决为内容 篇幅总计至少355页 苹果公司称联邦政府为了寻求协助而诉诸法庭 对所原用的法律提出了无止境的解读 进而寻求构成危险的权利 如果不加以约束 将对数字时代的个人隐私造成灾难性影响 赛伊德法鲁克和妻子去年12月2号 射杀14人后被警方击毙 这对夫妇另外三部手机已经损坏 无法为联邦调查局提供线索 而仅存的苹果手机设有开机密码 如果调查人员10次输错密码 就会触发一个安全防护程序 自动删除手机所存数据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联邦法官16号裁定 苹果公司必须协助联邦调查局 获取法鲁克手机的加密数据 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随后对这一裁定表示反对 连日来库克和苹果公司 其他高级主管相继跟进 借助网络平台和媒体采访 争取同行声援和舆论支持 一度在美国一些苹果产品专营店外 聚集起支持者 直到25号苹果公司才做出 这一堪称正式的回应 按照先游日程 美国司法部可以在两周内回应苹果 双方定于3月22号出席法庭听证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示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联案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头条热搜环节 由本栏目会国内领先的网络 推荐引擎产品今日头条合作 为您盘点一周有关连岸国际和军事的新闻 点击排行榜 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的订阅号 树立头条新闻 回顾一周热点 首先来关注连岸排行榜前三位的新闻 那排在第一位的新闻是 民进党提废孙中山一项 国台办表示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本周三 国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 对于民进党民代提出 要废除孙中山一项 发言人安丰山对此表示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 伟大先行者 一生追求国家统一和中华振兴 受到全体中华儿女的敬仰 民进党人士的这一举动 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按风山指出台湾舆论也认为 这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与两关系和平发展现状 和去中国化的右翼举动 应引起两同胞的高度警惕 那点击量排在第二的是一则评论文章 蔡英文还没上台就报危机 有些事他绕不过去 这说的是2016台湾将会面对 全球经济的冲击 以及亚太地区的种种危机 蔡英文的团队可以说是充满着挑战 近期全球股市都呈下跌的趋势 台湾经济面对外界经济的牵动 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 向来不擅长经济问题的蔡英文将难以应对 而蔡英文在选举期间操作各项议题 令年轻人对她产生过高的期待 这也会使她上任后的施政难度变得更大了 那点击量排在第三位的文章 蔡英文调整两路线势在必行 则关注了蔡英文面对的另一大挑战 如何处理两岸关系 文章指出 从目前观察 蔡英文还没有在两岸路线上转环的迹象 而在大陆方面坚持绝而共识 反对台独的立场窥然不动 另外从美国方面来讲 他们不希望两岸关系紧张倒退 很可能在两岸之间扮演着缓冲 甚至是黏合的角色 再来看台湾内部 台湾民间特别是工商企业界 都需要两岸合作来提振经济 所以综合各方因素 对于蔡英文和民进党而言 两岸路线调整已经是大势所趋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国际军事新闻排行榜前三位的新闻 点击量排在第一的 是全美40余城数万华人上街游行抗议 纽约华裔警察梁比德 因为枪支走火误杀非洲裔男子 最高面临15年的监禁 此定罪判决引起美国华人群体的不满 全美40多个城市的华人 因此走上街头进行游行抗议 梁比德的律师称要抗辩到底 在美国的华裔官员也纷纷声援梁警官 许多华人认为被误杀的黑人家庭 和梁比德家的遭遇都是悲剧 梁比德的案子没有得到公正审判 作为一名亚裔 梁比德成了美国警察与非裔美国人冲突的替罪羊 排在第二的是一篇军事分析文章 为什么说中国在加盟口打仗谁都不怕 英国国际战旅研究所日前发布 全球军力平衡报告 报告认为 在军事力量方面 中国首次超越俄罗斯 排名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 英国军事专家认为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短程弹道导弹部队 射程覆盖中国周边 大致形成了三个火力打击圈 第一个圈为一至五百千米 可以完全覆盖周边多个国家 第二圈为五百至两千千米内 包括第一岛链 中南半岛 中亚地区和日本列岛都包括在内 第三圈为两千千米至五千千米 包括第二岛链 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 印度和太平洋诸岛都在东风二十一地 和东风二十六型导弹的射程范围内 此外 中国空军海军实力在稳步增长 综合军事实力不容小觑 那点击量排在第三的文章是 乌克兰在关键时刻送中国大杀器 文章提到 在农历春节期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现 有高速飞行物闯入东海上空 随后派出直升机和一艘海军舰支作为回应 这个不明物体很可能就是美军的F-22 猛禽隐形战机 这说明中国已经有相当高的反隐身雷达的水平 中国让美军隐身战机无处可藏的利器是源自乌克兰的铠甲雷达 现代隐形飞机尽管采用减少雷达反射结面积等技术 但无法做到百分之百隐身 因为它要飞行发动机就不能完全休克 只要航电服射出一定的电磁信号就能被铠甲雷达探测到 并对其进行跟踪和定位 另外此次反应反击快说明中国空防的巡逻密度加大 未来歼20战机服役以后 再加上中国立体的防空网络瞬间会让F-22化成灰烬 好 今天的头条热搜环节就是这样了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关注海峡新感线在今日头条的订阅号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海峡五报 带您继续看新闻 随着自拍风的流行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通过自拍 记录下旅行中的美好瞬间 然而如果不小心自拍也有可能酿成大祸 据统计 自2014年以来 全球共发生49起因自拍而不幸丧生的事件 其中仅在印度发生的就有19起 最新的一起自拍丧生事件发生在今年1月 当时一名18岁的女孩在自拍时 不慎落入海中溺水身亡 事故发生之后 孟买警方也在城市内设立了16个禁止自拍区域 不过尽管目前已经有许多地方设立了近拍区 但仍然有不少人无视警告 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 站在悬崖 陡壁等危险区域内玩自拍 心理专家表示 中日沉迷自拍 借自拍来炫耀 是青少年想要表现自己的一种方式 孟买警方也表示 未来将会加大力度宣传教育 在危险区域自拍的风险 提升人们的安全防患意识 减少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求婚的重要时刻 希望让他变得和婚礼一样 浪漫而充满着美好的回忆 对很多打算求婚的人来说 如果缺乏创意或者是没有时间 他们可以向求婚策划师求助呢 在美国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求婚的重要时刻 希望他变得和婚礼一样 浪漫而充满美好回忆 对很多打算求婚的人来说 如果缺乏创意或者没有时间 他们可以向求婚策划师求助 洛杉矶的偷心者 是一家专门的求婚及婚礼策划公司 过去一年 他们帮助500位客人完成了求婚 从创意 预定 采购 摄影 到训练客户完美讲出求婚词 公司的一条龙服务十分到位 这次的客户是来自休斯敦的机修师素奇 名义上他带着女友南希 来到洛杉矶贝福利山过生日 但是私下早就和偷心者计划好了一切 当天素奇和南希 以及一些朋友来到一家高档餐厅用餐 席间服务员假装邀请他们参加一个香槟品件会 并带着大家来到早就布置好的房间 南希看到自己和男友的照片 耳边传来最爱的旋律 正感到惊奇亚异时 素奇单膝跪地 掏出了兜里的钻戒 在浪漫的氛围和好友的祝福声中 南希答应了求婚 爆得美人归一直紧张不安的素奇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过为了这个完美和浪漫的时刻 他支付了不菲的费用 偷心者公司的报价单上 三个创意费用为189美元 六个创意的费用为249美元 如果委托公司实际执行 费用就会更高 有趣的是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绝大多数的男性客户 会在事后告诉未婚妻 雇了求婚策划师的事情 而大部分的准新娘表示 早就想到另一半凭一己之力 不可能把一切做得如此浪漫和完美 好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待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以及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 您还可关注海峡新干线的官方微博 以及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紫桥 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